老太上一秒还委屈到哭出来 下一秒就笑成逢狗 原来是不爱丢垃圾的事情被发现了 但凡能用的东西都拿来收藏 七平的房子有22座衣柜 跟囤鸡狂一家不相上下 收破烂的在他们家门口 叫了一圈啥都没捞着 这条漫画一般的街道就是傲野家 两侧的房子面对面 在外边还能挣着走 到家里就得横着走 把菜放在地上 就到了塞得更满的厨房 刚刚那个画面有人找到冰箱在哪吗 走上二楼 这里看似东西满地 但其实已经有了22座衣柜 东西多到放不下 衣柜还越买越多 市面上的收纳估计都在这 晚上睡觉正好留一床棉被 老头老太不仅分床睡还分楼睡 一个房间体都挤不进去 一人一床棉被的大小 多了只能叠叠了 接受委托的专家大导 大学主修日式传统温馨小家 人送江湖外号 新日式空间的开拓者 大导来到结局的玄关 在这要像螃蟹一样走路 房子就是仓库里长了个家 客厅一个吨位 厨房一个站位 家里这么小还是双开门的冰箱 这些都还是轻的 东西放不下都堆进了浴室 浴室直接变成储藏室 浴缸被深埋在底 要洗澡就得上大众澡堂 洗手池也藏在柜子里 边上还放了一座绊脚的柜子 要上二楼得先开门 不出意外楼梯也堆满东西 扶着楼梯走上去 到了囤积重灾区 在这睡觉就一块地毯 四面八方全是东西 阁楼直接摆成垃圾堆 大岛战术挠腿 没见过这样的 他干了15年还是太年轻 等搬完家再观望观望 改造费用是1000万日元 很可观 这让大岛在垃圾堆里 看见了希望 0123搬衣柜的日子到了 紧紧搬走两座鞋柜 东西瞬间填满地板 搬出来半个房间的东西 浴缸的眼还没见着 他们已经几十年 没见过浴缸了 一共搬出来21座衣柜 传说中第22座衣柜在阁楼 是老太太珍视的家长 也是这个家囤积的开端 大大小小的衣柜满屏 这家可以直接开个柜厂 老太太却决定要丢掉 具体地址一会公布在评论区 阿怪先行一步 搬家就搬了三天 老太太头一回 看见家里这么干净 完了就开始拆家 传统落灰环节来了 百年老灰安全实用 天花板抖下来一片两片三四片 掉落一地极度舒适 厨房也在拆天 房子小拆起来还挺快 拆完发现只有两根棍子 支撑了22座衣柜 助理还被白衣咬掉了 悬空一根就剩一根 房子家顾客不容缓 木材要多粗就得有多粗 补好一楼补二楼 二楼的外墙磨一下就掉 室内就通透了 光是这样还不够 屋顶敲一敲扒掉 格局一下就打开了 把这部分留给室外 阳台这不就来了 家高的地板与一楼相连 铺上水泥地面 安上格子拉门做好玄关 室内是一点没动 光线引了进来 温暖照尽生活 看似没什么改动 但大岛还是偷偷抬高了高度 一楼变得更高 加装了一扇窗户 凯光得以保障 接下来是室内的改造 大岛又去工厂研制新武器 根据这家艾屯东西的习行 来看看大岛是怎么做柜子的 定制的家具都是超大尺寸的柜子 比一般的柜子更深更宽 保证动线以及使用功能 楼梯重做以后盖出了楼中楼的效果 第十一层是卫浴空间 面积太小只有更衣室和浴室一体化设施 在网上把墙壁都掏空 锯开以后又塞进两个木箱 安上两个新武器 做成毛巾收纳架 阿怪确实没见过 两位老人需要这么多毛巾 大岛的惊喜远不止于此 他还准备了十块带轮滑的木板 看样子是收纳柜 木板全部搬回来 大岛在一楼藏了一层的收纳柜 这人是真能处 有柜子他是真做 铺好十块柜子再装上榻榻米 能放东西能睡觉 两三个衣柜的收纳量 七平的小房子改造结束 感情好的老夫妻终于能睡在一块 小清新的外立面去除阳台 安上了格子窗 符合老太太这个年纪的沉冷格调 拉开门是宽大的悬关 附近的邻居还能排排坐喝茶聊天 过去悬关占有两座鞋柜 家里只能勉强睡两个人 新的客厅归整成一片 墙上是一面制物价 减轻了压迫感 东西看起来不多 已经全都藏在床底下了 为了看起来防盗 墙面上藏有纸拉门 能将玄关与客厅分开 中间的茶几也是特别设计的 桌腿是双层结构 拉开就是大餐桌 是改造节目的常规操作 客厅铺满踏踏米 就能摆下两张床 孙子要是来了也能过夜 再往里就是大型系统厨具 上下全套收纳 地板也开了个地角 侧面的楼梯装有格子 拉开门是厕所 客人来时也能把门关上 一层半挤出来一间浴室 虽然宽度只有80公分 但功能齐全 有有各类珍贵的收纳 这毛巾都能囤十个人用了 消失了几十年的浴缸回来了 室内装有小太阳 下雨天能荡成烘干机 勉强荡成卧室的二楼 让22座衣柜搬出去后 真的不知道大岛是怎么藏东西的 小时候肯定是躲猫猫大赛第一名 整体空间干净清爽 衣柜运用抬高设计 让夫妻俩躺下能伸直腿 光是二楼就有七座衣柜的容量 以后不仅不用为棉被烦恼 放东西的空间还多着呢 说着就将楼梯放了出来 戴壁灯的阁楼没见过吧 二楼还挖出一块新的阳台 小盆栽能放一整圈 晒衣服更不在话下 为了给妻子送一个小礼物 预算正好卡在999万 这就是直男的浪漫吧 两位老人精神抖擞地回家 分床睡这么多年 感情非常和睦 这应该就是爱情保鲜的秘密 走过小巷 老太太又一次笑成逢狗 这和她梦里的房子一模一样 进家门就研究起地板滑荣荡 新的还是家里又能囤了 楼梯扶手的那颗球估计会盘包姜 没想到新房子能这么享受 老头恨不得将新家躺一遍过去 太舒适了 两位能在这创造二婚的美好回忆 老太太向你发出邀请 人生苦短 一起睡觉